選了這首曲子 用這種方式 這個曲子被牽進到 那個小說的情節裡 就聽過這首曲子的人 你就可以了解 那是有非常非常高度的說服力的 然後這個高度的說服力 源自於等一下我們要聽到的 這個曲子 因為曲子剛開頭的時候 這個曲子我剛跟大家說了 它分成三個樂章 最重要 最核心的 當然托爾斯太喜歡之後 曲子太很顯然 他只喜歡